大家好,近期购买了一网上一款热议的一个产品 叫做博蓝过滤嘴雾化烟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款博蓝过滤嘴雾化烟 它那个真实的体验到底怎么样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装 它的包装采用的是白色极简的包装风格 它的正面在顶部是一个博蓝的logo 在中间是产品的一个实拍图 它这个实拍图采用的是一个3D立体的浮雕工艺 看到这个图我就能够想到 这个包装里面一定是一个非常时尚 非常新潮的产品 产品的背景它采用的是一个手绘图 非常有设计感跟艺术感 主图下面它标出了这个产品的口味跟产品的名称 我现在拿的这个是绿豆冰沙的口味 然后它的右边它是一个博蓝品牌的slogan 叫做一口博蓝出口不凡 这句广告语写得非常有格调 然后再就是这个产品的烟油含量 是1.3毫升 然后它的那个尼古丁含量是5%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包装的背面 从这个背面看 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烟杆 四个过滤嘴 然后它上面还标注了 这个烟大概能够抽300口左右 然后还有产品的名称 产品的型号 主要成分尺寸 电池容量 品牌商 生产商 还有一些地质信息 跟保质器信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它有一个PICC的品质城堡 在电子烟这个行业里边 好像没有其他家 它做了这个品质自保的城堡 这个应该是在行业内属于是首创 相信这个产品一定是一个 最前单最靠谱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我们打开包装 看一下这个里面 它那个电子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这个里面 它总共是有一个烟杆 四个过滤嘴 每一个过滤嘴 它都是独立存放的 它的包装 就跟我们平时买药用的那种胶囊包装 是一样的 这样包装 让人感觉 又环保 又安全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我购买的这个是一个苹果绿色的口味 它这个设计有点像日本的那个品牌 好像是在叫做IQOS吧 不过那个产品它有 它是要600多块钱左右 就这个产品外观来说 它采用的是液体式流线型的设计 然后它那个握持感非常好 这个产品烟杆的表面 应该是涂了一层环保的橡胶油 拿在手里的那个感觉 非常柔软 非常舒适 非常湿滑 这个产品一共有七个色彩 用色也非常年轻 非常的潮流 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他们帮我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抽一口 看一下它这个抽系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先把两边套子打开 然后拿一个过滤嘴出来 这个过滤嘴跟我们平时抽烟的感觉差不多 非常柔软 嘴唇的触感也非常好 它咬上去跟我们平时抽烟的 那个过滤嘴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比起其他的款式 它这个触感要好太多了 跟其他的烟一样 它是采用的密头开关 没有外置的开关按键 进来几抽非常方便 之前抽的一款一次性电子烟 它抽起来那个水雾感很重 而且还偶尔会吸到冷凝液或者是烟油 那种体验 相信很多电子烟的用户都体会过 非常的糟糕 博兰这款过滤嘴雾化烟 它这个过滤嘴的设计 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它就完美的避免了吸油以及吸到冷凝液 并且它这个烟雾 没有那种水雾的感觉 而且它的那个饱满感 烟雾量 我觉得都还非常可以 它的柔深度和激活感 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非常接应 和之前抽过的一款进口饮油 有的一瓶 购买的时候详细看了一下这个产品 它这个过滤嘴总共是四个 每个里面都会有一个不同口味的爆珠 然后不捏爆爆珠的时候 它就是那个烟感的原来的味道 然后你捏爆之后 它这个爆珠里面 它爆珠里面就会有另外一种香味 跟原来烟感里面的香味进行混合 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味道 这个味道的话 非常的敬爽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 橙皮薄荷加绿豆的口味 真的是百抽不厌 所以说就等于 这一支电子烟 它就有五种口味 可以体会五种不同的香味 然后这个过滤嘴 柏兰官方的建议是抽六十口左右 六十口之后就可以丢掉 再换一支新的爆珠过滤嘴 避免这个烟嘴长时间使用 造成它那个细菌的滋生 这样设计的话就更加安全 更加健康 更加卫生 不过以我个人的那个抽吸体验来说 一个过滤嘴大概抽五十口左右 应该更加合适 超过四十口体验就会稍微差一点 而且标配的是有四支过滤嘴 有些不太够用 我记得最开始使用电子烟的时候 还经常遇到朋友要求尝试一下 这个就非常尴尬了 你不给的话不好意思 你给他们感觉 他们抽完之后 你自己再抽就有点那个 所以当时第一感觉就是电子烟 它具备了健康属性 没有烟油 没有胶油 没有明火 没有耳手烟 也没有烟灰 各种有害物质也很少 但是它失去了那个社交属性 但是这个电子烟 却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它里面有四支不同的那个滤嘴 你如果说需要给朋友分享的时候 你只需要直接换一个滤嘴 给到朋友那边抽的试一下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美地避开口水交叉分享的尴尬 不过还是刚刚的问题 四个过滤嘴有点太少了 常规的一个一次电子烟 一次大概能够一支 大概能够抽两百口左右 有的甚至连一百口都抽不到 但是这款柏兰过滤嘴乌化烟 官方宣称是可以抽三百口左右 相当于我们平时一包半的烟 除了这个绿豆口味的 柏兰过滤嘴乌化烟 还有坚果烟草 微醺红酒 铁关银茶 清爽西瓜 清爽薄荷 柠檬绿茶等六个口味 口味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柏兰过滤嘴乌化烟 非常好的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 这款产品在一次性电子烟里面 可能没有哪一个产品 能够给到我这样的体验跟感受 它的那个舒适感 还有那个 非常舒服的握持感 以及 能够避免吸油跟吸冷淋液 还有它的那个触感 烟嘴的这个触感 跟真烟的触感是非常一致的 并且它一支柏兰电子烟 它就有可以让你享受到五种不同的口味 包括它的烟雾的饱满感 柔顺度 季后感 捷影感 它还真正的实现了 那个电子烟的社交分享 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唯一不好的就是 它这个 一个电子烟只配了四个过滤嘴 有点少 希望以后 博兰这边能够 多给一些这个过滤嘴的配置 而且爆竹的口味 也有点少 希望以后能够 多出几款新奇的爆竹口味 然后这个爆竹口味 能够做到让客户 自由的去选择 这样就非常不错了